所以 我们看看 黄珊珊讲的是哪里有错误 白银字图文 富含课文者 黄珊珊讲说 国土署有这么一个法规 不过律师林志群 他讲 第一个图 第一个点就不对了 因为 黄珊珊引用的是 台湾省施行细则 你也比较拜托 台湾省跟台湾省不一样 台北市是院侠市 你怎么可以用台湾省的施行细则来用呢 这第一个 第二个图 引用台湾省这个规定 就算是让你试用台湾省这个施行细则 但这个条文明白规定 要三十年以上五层楼以下合法建筑才能试用 你看 经多次都委会审议 同意真额容计以法定容计百分之五十为上限 其中容计奖率也法定容计百分之二十为限 他在讲这个的时候 错了 因为这里面有规定什么 规定什么 他里面提到说百分之二十等等的时候 讲这些的时候 但是没有显规定内容 而这里面最重要 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三十年以上 一个是五层楼以下 请问津华城几楼 津华城N楼 十楼至少十楼以下 津华城十几楼 对十几楼 然后津华城有没有超过三十年 没有 他只有十八年 所以津华城的不合规定 第三点 台北市没有规定通则规定 所以他说农记奖励由都市计划 我们未来审议就可以了 简素培说 黄珊珊引用台北市都市计划施行自治条例 用这个要来讲 结果第25条是怎么规定 市政府认为有合理使用必要时 才能拟定细部计划规定 是必须市政府认为有合理使用 可是津华城这个案子不是津华城 而是津华城自己认为有必要 然后他都要求市政府来改 而不是市政府 所以发动权是在市政府 而这个案子的发动权变成在津华城 然后市政府再配合 所以单单从这里来讲 整个都是问题 我特别要把这一讲 所以呢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日的神秘便当会 吴靖宇讲只剩下黄珊珊没事 原来这样子 所以黄珊珊昨天出来讲话 这问题就来了 所以怎么来看这个建议 黄珊珊今天说这个部分 我个人认为他在找借口的情况下 原则上他不是不懂 他现在是在为了他自己 可能要进去地检署受询问的时候 去做一个解套 预设的一个防火牆 因为他有参加便当会 对 有参加便当会 那你就是便当会讲些什么 最后他就会是证人 那他如果是证人 他能不能拒绝证实 其实不行 我提醒各位 大家记得美和氏吗 处长判十年多 科长判四年多 那大巨蛋是李树德判九年多 这些都没有对 找不到金流 只有图利 那黄珊珊今天讲这些问题 无非是想要帮科德文哲 来解套图利的部分 我告诉你解套不过去 因为我们的都市计划 西部计划里面有规定 你是必须要所谓的公务部门 有需求第二十五条 裡面整条 但是换个角度 这个案子并不是市政府提出来的 是金华城自己针对他的 他的土地需要的容积来做提出 我提醒大家 大家讲说什么案子 一零一大楼什么大 都有这样的一个 细部计划的一个讨论 但是我告诉你错 细部计划讨论 通常是一个大方向 原则 绝对不会是因为一个个案 比如说市民大道 以前都是铁轨 大家在认定他的一个面临道路 都只有铁轨要扣掉 只有十六米六米 加起来十二米 通盘检讨是整个市民大道都下去 我们的认定建筑线的部分 认定路宽的话 要加上所谓的铁轨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才是细部计划的一个讨论内容 所以金华城提出这个东西 是由他们自己提的 根本不是用于台北市政府 认为有需要去变更 细部计划的一个条件 所以委员台北市 这真奇怪 你们台北市要用法律 结果大家的法律 不用去用于台湾生活 你们黄珊珊这样说 所以有人讲说 因为黄珊珊在便当会里面 他有参加 反而应该参加的彭震生 没有参加 对 所以在那个会议里面 显然的 他应该是属于正能地位 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传讯他 所以他是不是知道说也差不多该传讯他的 所以他才会提出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法律的规定 结果法律规定 他只有讲一半 而且还引用怪怪的 还引用一个台湾省的 你们每天没这种自治条例 他为什么要引用台湾省 为什么 这个落差 为什么 一个是当过台北市长柯文哲 一个是当过台北副市长的 然后黄珊珊 以及他也当过台北市议员 那你在内部引述法律 要被柯文哲讲话的时候 就你用到一个台湾省的一个法律 这不是很好笑的事情吗 但我会觉得这个 这个角度对民众来说是对的 你们一开始就这样打 整个无罪 如果今天你把这个进化成就说 他不是徒利的话 我跟各位观众朋友讲很简单 今天可能 柯文哲没事了 魏晶小城也有可能机会没事 好的 包含我们国民党 一小二议员也有机会没事 因为都不是徒利 大家都误会议场 但你真的去这样打 然后用所谓的这种百分之二十 农机奖励 然后去那边做这样子 一个奇怪的辩驳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我要跟大家讲 这个二十趴农机奖励 他就是怎样 以后以后我们台北市 我们所有督根案都很简单 按照你们的说法 全部都给二十趴 不管我有没有围倒 不管我几年 你只要督根了 我就给你二十趴 要先写信 要先写信 文心并茂 要先写 我要跟大家讲 就这件事情 要達成一些要求 所以我要说的事情 说这件事情就荒谬 因为二十趴只给了金华城 你没有给所有台北市市民啊 因为其实昆宣以前是台北县的议员 新北市 新北市 我们也不能适用台湾省的 以前叫做台北县 台北县 所以他在如州嘛 我要讲为什么台湾省会有这些 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早期台湾省实在是落后台北市 太多太多太多了 所以他的一些容积等等相关的规定 因为跟都市计划内 跟都市计划外 几乎整个台北市都是都市计划内 台北市以外才会有都市计划 跟都市计划内外之分 而且内比较少 外比较多 非都比较多 非都比较多 都市计划内比较少 像金门 金门整个县 通通是都市计划内 台北市整个市都是都市计划内 那其他的就不一定 所以换句话讲 都市计划外也就非都的比较多 所以当时会有这一些规定 是只适用于台湾省 原因就是这样子 所以看起来 黄珊珊引用这个法条 他目的在干什么 他也知道人家会打脸他 他引用这个法条干什么 这是黄珊珊聪明的地方 黄珊珊当然他用这个东西 我认为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当然是跟小草讲 就是说你看嘛 这个引用法条 这个是台湾省 这个都市计划省 台湾省的这个都市计划 然后可以用百分之二十 所以我们用百分之二十没有错 反正第一个是洗小草 让小草知道说 我们是引用法律 法律这个有依据的 第二个为自己脱罪 大家觉得说 为什么黄珊珊会用 这个台湾省的这个 这个施行条例的 施行细则 为什么不是用这个台北市的吗 台北市他应该知道 台北市也有自己的图管条例 为什么用到这个台湾省的 因为他要用一个这个 这一个一个原则 就是说我不知道啊 我一直认为是用台湾省的嘛 用台湾省就可以用到二十趴啊 所以如果今天 他试用法律错误 对 他说他不知道嘛 因为徒例是我知道法律有问题 那我还要把他转换成为过失哦 因为不小心去用到 台湾省的法律 就说他不知道 因为他不知道 是不是要用适用这一个 都市计划法 或是适用这个 他不知道刑法有一个规定吗 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承认 徒例要知 徒例的这个要件里面是说 他明明知道说这个法令有问题 他还执意去做嘛 那现在克文子就知道 就是说法官为什么认为要积押 台湾省跟台北市只有一个字 只有一个台一样 其他两个字不一样 三分之二不一样 一半以上不一样会看错吗 黄山一直认为说 我觉得应该是用台湾省的啊 我以为全全台湾都适用嘛 台北市也是台湾省的啊 所以他认为说应该是适用台湾省的啊 台北市怎么会台湾省 我跟你讲 这就是他诉讼的技巧嘛 台湾省的间 Champions 台湾省attform 完成这一次 呈现前几十个玻璃